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第一次這麼濃妝出現在鏡頭面前 因為屁股不行的關係 所以... 很怕自己就不會化濃妝 太久沒有Cosplay 好了 先回正題 你們有沒有發現 YouTube上有很多Beauty Vlogger 都會分享幾月最愛的影片呢? 就是分享關於那個月 接觸到的產品裡面 最喜歡的一些產品 我也想試下拍這類的影片 但是... 我不是Beauty Vlogger 所以我以下所說的 我的最愛呢 就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會有...小量的化妝品 會有衣服 不可以說是衣服的 就是飾品 會有最重要的食物 還有一些用品 先說完這些不是我這個月的最愛 因為有些是我再早之前就買了 但也真的很想分享給大家 所以就放在這條影片裡 首先就是這個 Starbuck杯 自從有了這個杯之後... 先說好了 不是賣廣告的 我這麼小卡士沒有人找我買廣告 這個Starbuck杯 我是去台灣的時候買的 即是今年的年頭的時候買的 是不是年頭呢 還是去年年尾 那時候就覺得粉紅色很漂亮 而且這些杯呢 又有蓋子可以防塵 然後又有吸管 我是那種呢 有吸管的話 就會喝很多水的人 那自從有了這個杯之後呢 我差不多每天都會喝... 喝夠百杯水 總之就會喝多了很多水 即是這個杯出現之前 我就... 不是經常喝水的 所以這個杯真的幫了很多 喝水之後皮膚真的好了 第二樣就是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是... 之前機場買了日本雜誌送的 那這個袋子呢 我每次去旅行都一定會帶 那為什麼呢 你打開之後呢 你發現這裡有很多位置可以放卡 然後這裡可以放散紙 即是散銀 然後這裡可以放些錢 這裡呢 它的闊度是可以放到電話下去的 好像說連iPhone 6 Plus都放到的 所以我想說呢 這個真的很方便 很方便 而且它的顏色呢 是粉紅色 超漂亮 這個我真的每次去旅行都會用 然後是隨身放著 感覺很安全 這個袋子無時無刻都在你前面 你可以看到你的電話 你的錢就會在小袋裡面 但這個袋子因為是雜誌送的 所以現在應該未必有得買 之後就是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呢 其實它的顏色 不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粉紅色 成灰色那一種 我買的時候買了一個大的粉紅色 成灰色 還有小的這個顏色 我每晚都想不到 原來用小的袋子 還用多過大的袋子 我這個袋基本上每次出街都會用 是每次出街 就是我會帶很多東西的人 我會帶什麼呢 我會帶奶媽 夏天的話會帶傘 有可能會帶水 錢包 鎖匙 紙巾 外出化妝 我會帶小的化妝品去補妝 然後這個袋子呢 雖然是很小的 但它真的什麼都裝得完 我真的很喜歡用這個袋 這個袋小小的 我呢 不算好阿甸 它什麼都裝得完 所以我很喜歡 而且它的顏色 也叫做 很colourful 很開心 抹下去 我是那些不喜歡 整身黑白灰 很喜歡很colourful的人 你看到我 嗯 我身體很少會只有黑白灰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些 偏colourful的東西 然後呢 我就想說一下 衣服這件 雖然我知道 我現在才來拍 真的有點奇怪怪 這個是年頭的時候買的 我剛剛都說了 我很喜歡colourful的嘛 這條項巾呢 是超多顏色的 然後呢 我會喜歡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突出了顏色 這樣看上去呢 這裡就很colourful 很開心啊 我真的覺得這條項巾很漂亮 因為呢 其實我呢 很努力地找一條 適合自己的項巾 找了很久 真的找了很久 應該真的找了兩三年 然後去到今年年頭 才買到一條適合心水的項巾 這條項巾呢 就是 是Tichikaika的 那Tichikaika呢 就是 一個日本的品牌 雖然很多東西都Made in China 那在香港 就應該叫TiTiKaka 因為TiTiCaCa 因為TiTiCaCa 但它正確讀音 是Tichikaika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這個獨獨的丁品 那 這件外套呢 如果你們有看我淘寶開箱的一集 那我也不需要多說了 它就是一件很舒服 而且我覺得很漂亮的外套 對,沒有什麼好說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這件衣服的資訊 就可以去我上一條片看 那條淘寶開箱片 好了,之後說這件事 就是每個女生都會用得著的東西 沒錯,就是胸圍 那為什麼我說胸圍呢? 有很多人一定會覺得我不戴胸圍 這隻是功能性內衣 是在葵果賣的 我沒記錯,是叫Hafina 這間其實我想說的 重點不是她的胸部怎樣好穿 我去試的時候,她不斷強調 其實我們這一間最主要不是賣胸圍 我們是想教客人怎樣戴胸圍 因為我少接觸這些 我是為了治療我的嚴重寒背 所以才走過去試試 然後她給了我這個 這個就是矯正寒背 她說一星期可能戴兩至三次就可以了 但我真的覺得很辛苦戴這個 因為我真的寒背了很多年 戴這個真的很辛苦 所以其實我可能只會 短程出街的時候會用得著 而且她就說這個是肉色的 那快要夏天了 那就沒那麼容易透到 功能性內衣其實我真的沒什麼接觸過 所以她的胸圍質素 我不可以說給大家一些特別的評價 至少這裏我戴完之後 我感覺到我的寒背問題會立即提升 即是她會逼著你不要那麼寒背 還有那個店員 不知道是店員還是老闆 不是她跟我說的話 我不知道原來胸圍現在是放在機洗 會比手勢好 因為以前大人也跟我說 胸圍其實要用手勢是最好的 因為防止它變形 但原來現在有些洗衣網可以吸著胸圍 讓它扔到洗衣機洗又乾淨 而且又可以替你擺走水 讓它浪的時候沒那麼重 就沒那麼容易變形 那個洗衣網也有的 可以拿過來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 上面有一個膠底的框 應該可以保護胸圍 她就說你最好不要只扔一個胸圍洗 你最好兩個胸圍一起扔去洗 而且如果你沒有兩個胸圍 你可以放兩個墨 然後再放一個胸圍 總之就撐大一點 就讓她的油手空間小一點 就保護性高一點 我真的第一次在那間店裡 學到很多關於BRA子吃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戴那些BRA 也很少去那些BRA店買 什麼來的呢 絕對不是廣告 先說明 Jagabine 好喜歡吃啊 我是一雙一雙的 就是我當初買的時候 就一包一包買 之後開始就變了幾包幾包的買 然後到後來我瘋狂到一箱一箱的買 我想現在我總共買了我的數量 即是她一箱有十二包 我總共買了數量 可能已經有七至八箱 是說了這一年之內我買了七至八箱 真的很誇張 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吃 那這隻呢有幾隻味的啦 那我就不是那些特別好紫薯的人 其實說有很多食物的紫薯味我也是沒什麼興趣的 但是唯獨是這隻的紫薯令到我 其他什麼原味的紫菜味啊 什麼牛油味全部我都不及這隻這麼喜歡吃 這隻它的薯仔味很濃 然後它是打開之後五包小小包的 每次吃一包小小包的感覺沒那麼罪惡 它紫口癢真的很有用 一包包小小包 你吃了一點就覺得很夠了 然後你就不會一次過吃很多煎炸東西 感覺上沒那麼熱氣 對 真的很好吃 然後就是這隻了 這隻Yogurt 這隻Yogurt應該是雀巢的 沒有記錯 它有幾隻味道 草莓味味 藍莓味和蘋果味 我吃過藍莓味和草莓味 我暫時喜歡吃草莓味 我記得當初試的時候 是在麥當勞 M技那時候試到這隻Yogurt 那時候還很貴 7元 然後它還這麼小的 超貴的 其實這隻也不便宜 其實也很貴 但真的很好吃 我很喜歡吃 所以就不斷買 然後我想說 飾品 這條項鍊 這條項鍊 我是在葵果買的 它就是一個綠仔 綠頭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它的紋很漂亮 應該是自己人手遊上去 然後它那個設計 我很喜歡 我不可以怎樣去描述給你看 這些個人喜好就是個人喜好 這條項鍊我是一見鍾情 即是它很貴 它好像三百多 但我真的想了一會 快買買買嗎 快買買買好 真的很美 然後買了它有沒有新的 有新就買了 怎知真的有新 剛剛我就被我買了 好激動 接著 我們先說一說這支 這支是YSL的唇彩 這支唇彩是橙色的 但塗完之後會橙色一會 然後它會根據你的唇唇溫度去變不同的顏色 我其實就比較喜歡橙色 我不喜歡它變了之後的顏色 但真的很漂亮 它塗下去真的很漂亮 我現在的唇也在塗 它就已經根據我的唇唇溫度去改變了顏色 但我真的很喜歡它剛剛塗下去 我不知道現在加上去會不會顯得到橙色 我可以試一下 這支橙色很漂亮 我很喜歡這支橙色 我喜歡橙色的唇彩多過粉紅色 桃紅色那些顏色 我覺得很漂亮 我之前去成都的時候 我差點不見了 我超不開心 現在找回來了很開心 不用再買 好像說得有點多 還有最後一件 我現在在頭上拆下來 最後一件是這隻貓貓夾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覺得很漂亮啊 因為呢 之前網上看youtube的時候 被youtuber都燒著了 很想買這些頭顏色 然後我就開始買了幾隻頭顏色 我先拆出來 其實都不是很多 我有的頭顏色 只有三樣 我很想買多些這些夾 我覺得這個夾得很漂亮 這個夾好像要百多元 啊! 這是日本貨 因為那時候還看到它有幾多yen的牌 然後這個夾呢 是這種 Tata夾 燈 它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好漂亮 然後另外有這兩隻髮色 是那些髮帶來的 就是這樣 就是夏天的時候 如果又不想綁起頭髮 但又想清爽一點 感覺上這一種髮帶 就可以令到你看起來清爽一點 好像有打理頭髮 但其實我也是不打理頭髮的人 那這條髮帶和這個夾 都是同一間店裡買的 都是葵廣的 那這個就是globalwork賣的 但它的質料是湧了 所以冬天才會用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貓貓夾 很漂亮 很喜歡 平時可能就這樣夾在這裡 或者好像我剛剛這樣 兩邊拿少許頭髮 後面這樣夾在這裡 好啦 那今次分享的 1-4的最愛 就來到這裡先了 我還留了一件東西 好可愛啊 是不是啊 它很治癒啊 你看到它這樣回到的時候 很治癒啊 這個呢 我是在secret kingdom買的 它也是從日本代購回來的 但其實我覺得買中尺寸就夠 真的很大 然後它是很軟熟 抱著睡覺很舒服啊 平時抱著看劇都很舒服的 還有它有很多款 我買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它是有柴犬款式 第一次看見這隻熊的時候 在facebook看到它的廣告 我看到那間店買大尺寸 要賣400多元 神經病啊 secret kingdom 現在好像不知道還有沒有代購 那我記得它之前有代購的時候 也好像200多300元 那我用朋友價買回來的 這隻是 那你們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回他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可能問一下他們 會不會想買 那好吧 第一次拍這種 1-4月最愛product的影片 就出現了 不知道你們喜歡不喜歡看 如果喜歡看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就會有機會拍多些這些影片 但是更新的情況 即是沒有 沒有那麼多 因為我不是經常都買新東西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話 麻煩你訂閱我咯 現在就馬上去留言訂閱我咯 還有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like我的facebook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我的小笨蛋們